Hasta la vista, baby 妻子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 好莱坞这类影片很多 比较著名的还有 《双重危机》 《玫瑰战争》 《忍无可忍》等 这些电影在填城的另一档节目 《悬疑movie》中 都有过详细的解说 喜欢的小伙伴不妨找来一看 第九名 《反斗神鹰》 全球票房1.81亿美元 本片可以看作是 汤姆克鲁斯经典电影 《壮志凌云》的搞笑版 讲述一名美国飞行员 破解邪恶军火商阴谋的故事 全片极尽恶搞智能事 除《壮志凌云》外 《羽狼共舞》 《野战牌》 《全金属外壳》等 众多经典影片 都被其奚落了一遍 第八名 《恐怖角》 全球票房1.82亿美元 本片是电影大师 马丁斯克赛斯 指导的一部犯罪片 讲述一个智商极高的歹徒 因遭到一名律师陷害坐牢 出狱后 报复律师一家的惊悚故事 翻拍自1962年的同名影片 作为江湖地位超然的电影大师 马丁斯克赛斯 极少翻拍他人的作品 而其导演生涯中 两次最著名的翻拍行为 就是拍摄这部《恐怖角》 以及指导《无间行者》 第七名 《亚当斯一家》 全球票房1.9亿美元 本片是一部超自然黑色喜剧片 改编自美国著名漫画 讲述发生在一座 幽暗豪族庄园里的 离奇而有趣的家族故事 其导演巴黎索南菲尔德 是一位奇幻片高手 在《亚当斯一家》之后 他又先后指导了《黑衣人》系列 《飙风战警》 雷蒙·斯尼奇的《不幸历险》 等高分幻想电影 第六名 《刺杀肯尼迪》 全球票房2.05亿美元 本片是凭借《野战牌》 和《生于7月4日》 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 法裔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 于1991年推出的历史传记大片 几乎重新解构了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遇刺事件 影片充满着阴谋论的成分 尽管受到影迷的追捧 但却被众多美国媒体批评为 亵渎历史 不尊重史实 第五名 《沉默的高扬》 全球票房2.72亿美元 尽管好莱坞在1991年 问世了多部犯罪惊悚类电影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恐怖角》 《雨迪共勉》等 但《沉默的高扬》 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 影片不仅票房表现亮眼 更是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大放异彩 一举夺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和最佳改编剧本 五个重量级奖项 这在整个奥斯卡历史上 都极为罕见 第四名 《铁钩船长》 全球票房3亿美元 本片是斯皮尔伯格指导的 一部奇幻冒险片 故事脱胎于苏格兰人 写的小说《小飞侠》 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 众多优秀商业片中 铁钩船长票房和口碑 都显得非常平庸 不过作为一部合家欢的电影 可捐可点的地方仍然很多 值得偶尔拿出来看一看 影片耗资7000万美元打造 这个成本比两年后的 《侏罗记公园》还要高 第三名 《侠盗王子罗宾汉》 全球票房3.9亿美元 在众多关于罗宾汉的电影中 本片的质量并不算突出 之所以票房大卖 是因为其主演是凯文·科斯特纳 1990年前后 是科斯特纳最当红的年代 这段时间其主演作品如 《铁面无私》 《羽狼共舞》 《刺杀肯尼迪》 《保镖》 《完美的世界》等 大多都能在电影史上 留下绚烂一笔 直到1995年 自导自演的红篇巨制 《未来水世界》遭遇惨败 科斯特纳的演艺生涯 才正式步入下景曲线 第二名 《美女与野兽》动画版 全球票房4.24亿美元 本片是迪士尼 第30部动画长篇 也是迪士尼的一块金字招牌 除票房大卖外 还提名了第64届 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成为首部提名该奖的动画电影 16年后 迪士尼推出了 《美女与野兽真人版》 近在全球大卖12.7亿美元 冲进了全球影史票房20强 排在第18位 成绩相当惊人 不过中国观众 似乎对此片比较无感 第一名 《终结者2》 《审判日》 全球票房5.2亿美元 本片是詹姆斯卡梅龙的 《风神之作》 在商业和评论两方面 皆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对科幻 动作类电影 产生了深远影响 影片在视觉效果 电脑成像等技术方面 获得了重大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终结者2》 是电影技术史上的一场革命 其在影史上的地位 绝不该低于 两年后问世的 侏罗纪公园 无论以任何维度 评选电影史上 最伟大的100部佳片 都将会有《终结者2》的位置 除以上十部电影外 1991年上映的 好莱坞佳作 还有很多 比如《末路狂花》 《金爆点》 《巴顿分客》 《街区男孩》 《豪情四海》等 对老电影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都找来一看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关注 全球票房档案 每期带给你一个 专业的电影榜单 下期见